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可怕 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微笑的女孩 便生出绑架她的想法 男人花费了十个月的时间 挖出一个隐秘的地下室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后 男人在放学途中绑架了女孩 醒来后的纳塔莎拼命拍门求救 却没有一个人回应 只能绝望地坐在地上 随后男人抱着一张垫子出现了 他给纳塔莎捕好睡觉的床 又端来一瓶水和一盘食物 纳塔莎恳求她放了自己 生气的男人碰得一声关上了门 突然纳塔莎听见了 排气扇转动的声音 这是唯一一个连接外界的东西 他连忙朝着排气扇大声呼救 但他喊得嗓子都嘶哑了 也没有任何回应 疲惫的纳塔莎只能脱下衣服休息 此时男人关掉了房间里的灯 黑暗让纳塔莎感觉无所适从 囚禁的第三晚 男人在睡前为纳塔莎朗读童话故事 还贴心地为她插上了一个小夜灯 换上斯德哥尔摩症的纳塔莎 竟然要求男人给她一个晚安文 男人照做了 这天纳塔莎写了一封信 要求男人交给自己的父母 男人却说她的父母根本就不在乎她 甚至连绑架的赎金都不愿意出 然而纳塔莎根本不相信男人的话 这下直接激怒了男人 他疯狂地把纳塔莎安进水里泄愤 不久后两名警察找上了门 要求检查男人的白色火车 原来男人在绑架纳塔莎的时候 无意中被他的同学看见了 只是同学当时并没有在意 但当男人打开火车时 里面只有一些建筑木材而已 接着警察开始搜查男人的家 无意中竟然站到了 密室入口的木板上 可怜的纳塔莎就在他们脚下 但警察却没有丝毫察觉 很快就离开了 接着男人在密室里 安装了一个对讲机 以便他能时刻和纳塔莎对话 男人每天都在对讲机里 重复给纳塔莎洗脑 要求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 你必须要预备我 预备我 是的我会 预备我 预备我 这天纳塔莎用牙膏抹在了手臂 欺骗男人他患上了皮肤病 需要出去看医生 但男人直接就戳穿了他 作为撒谎的惩罚 男人停止了给纳塔莎送饭 他只能每天喝水冲击 隔了四天的纳塔莎终于去服了 他朝着对讲机撒娇 恳求男人给他带点吃的 转眼四年过去了 纳塔莎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这是我见过最可怜的女孩 他被变态关进这间狭小的密室里 已经一千四百六十天都没有见到阳光了 这天纳塔莎正坐在凳子上看树 突然腿间流出了血迹 他人生中第一次离假终于来了 但男人却觉得十分恶心 由于密室里水资源有限 男人竟然破例将纳塔莎带上了楼 让他在浴室里洗个澡 而时隔四年第一次走出密室的纳塔莎 对外界的一切都感觉很新奇 这也是五年来他第一次洗澡 可男人为了不让他有机会逃跑 他就守在门外等纳塔莎洗完澡 第二天男人的妈妈来看望他 五亿中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根长头发 妈妈开心地以为儿子谈恋爱了 而男人则担心自己会因此暴露 于是无情地用推子剃光了女孩的长发 纳塔莎只能默默流泪 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没多久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到了 纳塔莎精心装扮了下地下室 男人不仅搬来了圣诞树 还送给纳塔莎一份礼物 一部随身听和几本书 每天接受洗脑的纳塔莎 也已经不再对男人感到反感 纳塔莎惊喜地向他道谢 甚至开心地冲上去抱住了男人 为了让女孩彻底地忘记自己 男人还给他重新起了个名字 从这天起 男人同意他留在楼上和自己睡觉的机会 为了防止纳塔莎晚上逃跑 男人用一根塑料条将两人绑在了一起 然后抱着他干一些不可言说的事情 一次男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后 纳塔莎卑微地恳求他 带自己出去看看 心情大好的男人同意了 当纳塔莎之脚走上绿色的草地 看着夜空中皎洁的月光 她的眼眸重现光彩 男人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顺从的女孩 其实从未放弃过逃跑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由于纳塔莎的假意顺从 放松警惕的男人将她放出了密室 纳塔莎犹如奴仆般照顾男人的生活起居 看到女孩穿着内裤 就命令她马上脱掉 满足她特殊的癖好 只要男人稍有不顺心 就会把纳塔莎当作发泄的工具肆意殴打 更可怕的是 男人为了防止纳塔莎有力气逃跑 每天都不给她吃饱饭 将纳塔莎饿的骨肉临巡 即使纳塔莎偷吃了一口 残暴的男人也会从她嘴里扣出来 随后男人开车带纳塔莎出来采购 纳塔莎看着周围的行人 多么想不顾一切的大声呼救 但男人及时打断了纳塔莎的思绪 并且警告她自己有枪 如果她胆敢逃跑 自己一定会当场击毙她 为了防止她逃跑 男人还要纳塔莎穿上不合脚的高跟鞋 看着迎面走来的路人 她忍不住想求救 但男人暗中威胁 纳塔莎只好安耐住了自己蠢蠢欲动的心 纳塔莎拎起一罐油漆 费力地放到推车上后 一抬头就发现男人不见了 这个未成年小女孩究竟有多惨 十岁的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竟然被一个变态强行抱上车 关进了一个不足三平方米的小屋里 囚禁了六年 此时女孩正面临着一次逃跑的绝佳机会 只要纳塔莎随意拉住一个行人就可以报警 但此时她开始还听 男人给她洗脑的声音像魔咒一样 服从的话语突然在她耳边响起 就在纳塔莎犹豫的时候 男人突然再次出现 逃跑计划彻底破灭 回去之后纳塔莎疯狂地懊悔 她彻底厌尽了和男人续情假意 不久纳塔莎迎来和男人的性婚之夜 她询问男人为何当年要绑架自己 男人说 她当年和女孩偶遇后便深深被她的笑容吸引 随后她花了九个月的时间 打造出这间隐秘的地下室 随后绑架女孩当成她的玩物 经历新婚之夜地屈辱 那塔莎将一件卫生纸放在了电磁炉上 然后躺在了床上试图自杀 但巨大的浓烟呛得她剧烈咳嗽 她才意识到死亡原来是那么可怕 那塔莎赶紧下床扑灭了卫生纸 又在房间里喷了大量的空气净化剂 但男人一进来时 还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疯狂地殴打着那塔莎 而那塔莎也将男人的暴行 统统都记录在了卫生纸上 很快冬天来临了 男人带着那塔莎出去滑雪 那塔莎借口想要上厕所 男人查看女厕所没有人后 才将她放了进去 突然那塔莎听见了冲水的声音 原来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女人 那塔莎慌忙冲出去向她求救 但遗憾的是 女人是一个外国人 根本听不懂那塔莎在说什么 愤怒的男人还没有等回家 直接在车上就暴打了那塔莎一顿 她被打得鼻青脸肿 写满男人暴行的卫生纸 一卷卷地收藏了满满一盒子 等到囚禁的2908天 那塔莎迎来18岁的生日 男人为她准备了华丽的蛋糕 并送给她一个特殊的礼物 一条漂亮的红裙子 两人在一日生中翩翩起舞 第二天男人带着那塔莎来院子 修剪树之时 被一位邻居看见了 男人下意识地搂住了那塔莎 这是向邻居表示她就是自己的女友 并威胁那塔莎不能求救 回到地下室的那塔莎 生气地乱摔东西 她再次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不过那塔莎还是迎来又一次机会 这天男人准备把面包车卖掉 男人让她先清洗一下车辆 突然她望向门口 发现大门竟然没有锁 而男人也走到一旁打电话去了 那塔莎终于不再犹豫 她推开门跑了出去 她疯狂奔跑在街头 时不时回头看男人是否追了出来 幸好那塔莎跑进居民家求救 很快警察赶了过来 将那塔莎带回了警局 一共被囚禁了三千零九十六天的那塔莎 终于再次和父母相见 妈妈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就是原来白白胖的女儿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这个拥抱时隔了八年之久 当男人出来看到那塔莎不见时 她知道自己的罪行败入 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她看着迎面而来的火车 安静地躺在轨道上选择了自杀 电影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三千零九十六天 其实男人绑架女孩 只是想拥有一个服从自己的人 可能她的妈妈控制寓意较强 导致她成年后通过控制别人的生活 来获得一种安全感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要唱按点赞 给一波关注